9月12日,杨幂生日,圈内好友纷纷发来祝福,而两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却迟迟没有动静,这是引起了网友们的八卦之魂。 同公司的迪丽热巴连续四年,准时零点问杨幂发来生日祝福,隔空喊话杨幂,快点回来一起吃饭呀。 近两年与杨幂关系,甚好的男闺蜜张大大发了两人同游日本时的照片,并配文,你的生活充满希望,生日快乐,我的朋友。 不过可惜的是,张大大计算错了时间,提前了一分钟,导致祝福永远留在了9月11日。 其他好友霍建华、张冰冰还有杨幂头号粉丝王俊凯等人也都发来生日祝福,爱人与闺蜜为祝福。 然而,杨幂的老公刘凯威至今毫无动静。 按理说,老婆过生日即使不是在零点送祝福,但也要有所表示吧。 但是从刘凯威的社交平台观察来看,近期发布的都是与工作相关的内容,最后一次的更新时间是8月18日。 社交平台上与杨幂的互动也是少之又少,除了往年的生日祝福外,最近一次的互动就是在杨幂陷入负面消息中,为她发声解释一番。 这次生日祝福的事情,让人不禁联想到之前一直闹得沸沸扬扬,那两人离婚传言,网友猜测两人现在连表面夫妻都不愿意演的。 除此之外,还有之前与杨幂情同姐妹的闺蜜唐人,此次也迟迟,没有动静。 其实两人近两年来的关系变淡,那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 9月6日的时尚活动上两人毫无互动,各自有了新的朋友,Angela Baby与杨幂近期关系甚好,两人还经常闪亲密合照,大秀闺蜜情。 然而这次Angela Baby不只是工作繁忙还是其他原因,也没有送上祝福,追求事业。 疏忽家庭杨幂近年来在试验上,取得了不小的成功,参演众多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、谈判官、扶摇、电影《逆时营旧》、《修春刀》等等,现在又担任明日之子第二季的厂牌新推官,在演技与人气上都获得了好评,但是他对于家人的疏忽,也成为网友们热议的话题。 生完女儿后,活速复出,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,女儿小糯米也是丢给父母和老公照看,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孩子得到母亲关爱的机会。 确实有些自私,与刘凯威的离婚传言也已变成万年话题,双方也未做出太多的回应。 当然,明星的私生活也不是全部都展示在社交网络上供大家浏览,或许刘凯威早已在线下为杨幂准备了生日礼物, 或许唐言会在心里默默祝福这位曾经的好姐妹娱乐圈的纷纷扰扰,连当事人都不一定说得清, 更何况是身处网络最后的圈外人呢,无论如何,都希望杨幂能有个美满的家庭。